接下来就是固定星座了 金牛 狮子 天蝎 水瓶 其实阶层这个东西对你们是有威胁性的 因为固定星座的人很喜欢比较 有时候是出于一种对别人生活模式的羡慕 比如说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悠闲 或为什么他可以用一种闭逆的眼神看着我 让我好受伤 那有一天我也希望跟他一样 所以往往阶层就这样产生了 我们就会有上下的感受跟区别 那怎么样我们才能够力争上游呢 首先你一定要发挥你自己的专长 你的专长是什么 我们走的是深深的耕耘路线 所以如果它是你的专长 然后你又做得够久 很可能在这一方面已经没有人能够出你之诱了 那你当然就会成为当中的第一名 而你只要把你的专长做得很好 成为翘楚 你自然而然就会散发魅力 然后能够突破阶层 简单讲就是你很厉害 自然什么名流啦高层啦 是他们来主动跟你接触 而不需要你去外球 因为你去外球 反而你会感受到更多的是格格不入 所以与其我们去入别人 不如让别人来邀请我们咯 这是你最好突破阶层的方式 固定星座的个人魅力 个人品味都有帮助你突破阶层的能力哦 所以有时候你就尽情地做自己吧 只要你是一个足够有特色的人 自然而然你就会变成大家都很向往的人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